香港人才游向中边城市 只会加强香港中心城市的功能 而不会对香港造成风心话 或者其他姑娘的影响 香港的大学有世界先进选评的功课 比如说航天和空工程 但是香港的社会和经济结构 永不想继续演唱 造成大学一年级兴奋 三年级发愁 毕业后失望 也后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 并不转行 学有所成 但是不能学以自用 主要原因是香港相当一部分人才 应该留下 但是没有留下其他城市 在现金国家 各种高端年才 每天离家上班 花一两个小时 在路上是相当普遍的现象 越岳岛区的城际较中时空发达 从香港出发 一两个小时的生活圈 就是巨大的事业发展的舞台 就有相当年轻人 更多年发展的事业发展机会 一时要立洪铺制 当今世界正经历 本年未有之大变状 东升西降 是这一座大变状的基本趋势 特别是今年各国 在应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大火当中 中国之治和西方之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新年朋友要善于顺应和把握时代的大势 为国家崛起 民族复兴 自存高远 二是要做奋斗者 深圳和港澳之所以有今天的繁荣景象 靠的就是一代一代的青年人的打拼 粤港澳大阪区建设是广大青年朋友建功立业的广阔舞台 三是要展 闯心产 青年人失陪活跃 不拘一格 要永攀科技高峰 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努力成为国内大循环的重要绝顶 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资助 比临港澳是深圳的独特区域影响 服务港澳是深圳义不容辞的责任 深圳始终坚持 怎么有利于丰富一或两次失业发展 新世界就怎么干 怎么有利于粤港澳大外区建设 就怎么干 怎么有利于港澳长期繁入稳定 就怎么干 我们称致欢迎粤港澳青年 来生学习 就业 生物 我们将联合港澳持续深入推进 粤港澳大外区建设 打造活力的世界级层次群 和高资料发展的连换 相信这将吸引包括 粤港澳三季青年赛类的全球青年 积极投身大外区建设 我们希望广大青年朋友 坚守一国之本 散入两国之地 我们现在一起要面对的 是一场国际挑战菜 肩负着国家力求创新 科技自主自强 这个新增成的任务 虽然是来自大湾区内 各兄弟城市的权力卸多 在座各位年轻才俊的 全情投入和聘境